曾中 蘇院長大家好 蘇院長麻煩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蔡院長好 院長好 院長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 本期想先請教你有關 昨天我們行政院公佈的 土壤異化潛視圖 那麼這個資訊公開了以後 我們看到這個民眾急著 想要去查詢自己的家 到底是紅燈黃燈還是綠燈 但是這個不明就裡 那很多學者專家說一知半解 院長您這個來主動推動 open data這樣的一個新的政策思維 你認為昨天公佈這個資訊 符合您所謂的open data嗎 符合所謂open data 對 公開以後 我們也都知道open data 不是只是說 政府公開一個資訊而已 這個資訊的一個完整性 還有民眾的可理解性 還有很重要的是說 它以後的可運用性 但是我們昨天看到這個資訊的公開 對於說這個潛視圖 它的這個資料是如何形成的 它的方法是什麼 那麼它的人民眾如何來解讀 以及它的準確性正確性 這個在 這些資訊事實上 這個資訊的一個資料來源 根據的是工程地質探勘的資料庫 二十年來累積的這個磚孔的資料 對 那麼以及沒有在這個 主動被報以這個磚孔資料以外的其他地方 做後續的地質調查 沒有錯嘛對不對 對 那是不是這個 我們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裡面 所累積這個磚孔的資料 大部分是來自於政府推動的公共建設 它所主動呈現出來 回饋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大部分是 大部分是 所以大部分是線性 大部分是線性 尤其是交通等等的重大公共建設為主 是不是 不一定 公共工程有很多種 有的 這個 大部分是公共建設嘛 因為我看了一些散在各單位 包括裡面有提到四萬三千多筆 那請問 沒有在這些地區以外的 那麼地調所說有後續地質的調查 那個比數是多少 我們就不知道了 所以大家就會問啦 那這樣的一個磚孔 它的一個數量夠不夠 那麼它的密度夠不夠 或它的均度夠不夠 我們也都不清楚 部長你覺得我再問一次 你覺得這樣完整嗎 所以我們才講說非常清楚 這是初級的調查 後 後續需要地方 我有看到您說初級調查 但是 open data精神 是我們更要知道 你資料是怎麼形成的 所以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在這個後續的地質調查裡面 比例尺是多少 這個跟比例尺 沒有直接關係 因為比例尺會讓一般人誤解說 把圖放大比例尺就會比較精細 對阿 那你看跟比例尺您說無關 可是我們又看到地調所 我們的經濟部說 未來要協助地方政府來進行這個專口 然後說北市府是五千比一 高雄市政府是三千比一 院長 我們都不是專家 所以我今天舉這兩個基本的這樣一個疑問啊 我請院長 你能不能回去 責成我們的行政院跟相關部會 儘速的 向民眾跟社會 來整個完整的說清楚 土壤硬化 潛視圖 你們這個資料是怎麼形成的 方法是什麼 民眾如何解讀 那麼在我們現在公布的只是一個 初級的一個精確度而言 到底未來要如何 進一步完成跟提升它的精確度 後續的調查計畫 院長 你能不能在 在近期之內 儘速的 在兩天之內 把這樣的一個方法的形成的過程 完整的跟民眾來說明可以嗎 這個 您剛剛講的大部分Q&A已經都有了 如果民眾在網站上看不清楚 再提問 我們就把它提問 再納入我們的Q&A 院長我剛剛告訴你了 在Q&A裡面並沒有清楚的看到這些 專業的資訊 那麼我們希望行政院能夠盡責的 把這樣的一個資訊完整的呈現 院長能不能承諾 我們的Q&A有兩個層次 第一層是比較顯顯的 第二級的Q&A的部分會比較深入 至少在你們行政院公佈的資訊裡面 並沒有 我請院長你回去了解 進一步來跟社會來公佈 新聞稿裡面不可能呈現 剛才委員提問這麼多 但是Q&A都有 我們也都仔細看過了 請院長您回去 希望能夠針對學界各界所提出來的問題 那麼來再進一步的跟民眾來說明 院長我今天 只要外界有反應我們就補充 好 來這個院長我今天要請教 因為我們都知道 馬政府執政八年 這個人民已經藉由大選做出了一個評斷 那麼我認為說國民黨要檢討敗選 事實上我也認為民進黨要檢討勝選 我為什麼用檢討兩個字 我認為說民黨也要謙卑的去理解 過去八年來人民透過各種公民行動發出來的怒火 這當中有兩個很重要的聲音 一個是認為我們的社會離公平正義越來越遠 一個是認為我們的政府離民主越來越遠 各種反民主的施政 那麼來這個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 背離民意 那麼人民有這樣的一個怒火 那麼現在我們的院長 您在帶領的是一個看守旗的政府 但是呢卻意外的讓民眾覺得說 欸張院長風格不太一樣 好像比較願意傾聽民意 所以本席對你有比較高的期待 我期待張院長是不是能夠在您 這個擔任隔魁這期間呢 能夠真正傾聽民意 能夠真正反省 能夠為馬政府下台來決定一個不一樣的身影啊 所以我今天希望院長面對新國會新民意 我有一些期待你在看守旗還可以做的事情 那麼首先呢院長大後天就是太陽花學運兩週年的日子 從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你認為太陽花學運是一個公民運動還是一個犯罪行為 它裡面有公民運動但是也有些行動是超越了一般公民運動的尺度 院長你有沒有看過 AI所公布的國際特色組織所公布的2015 2016的人權報告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 你沒有看過 那你為什麼現在這樣的定論 院長 在我們AI所公布的人權報告裡面非常清楚的說出了 針對2014 3月23 24也就是您所謂 愉悅公民運動界線喔 您在你眼中認為犯罪行為 但是我們AI人權報告說 警方已過當武力驅離行政院及其周邊抗議者 對於太陽花學運時政府的總體作為 直到2015年底都仍未見徹底獨立且公正的調查 這是我們國際人權報告 對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描述喔 院長我再一次問你 太陽花學運是公民運動還是犯罪行為 我剛剛沒有說是犯罪行為 我說是超越了公民運動該有的尺度 至於是不是犯罪行為留給司法去認定 所以至少你認為他還不到一個犯罪行為 但是如果他是有公民運動的性質 我不做論斷 我留給司法去做論斷 現在已經已經這個地監署已經偵查終結了 所以啦 但是為什麼司法現在這個我們的台北地院要審理 你知道嗎 是因為行政院提告啊 是因為行政院提告啊 院長你知道提告了多少人嗎 有87人 您繼續告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87加39 多少人 87人再加39人 多少人 87加39 你要我幫你把他數字加9加給你 不是院長我只是要告訴你 如果他是一個公民運動 為什麼 你擔任院長之後 還要持續的提告 我們這麼多的一個公民 我沒有持續提告 我只是不去對前任的院長做的決定 那好 那你不持續提告 我現在正式的請問院長 您要不要代表馬政府 對我們這一百多位的公民策告 我非常期待 你能不能展現一個不一樣的一個風格 對我們這被行政院提告的一百多個公民來策告 院長您願不願意 我不對前任院長所做的決定去做變更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如果他們沒有犯罪行為 自然判出來就是沒有犯罪行為 院長您這個票真的回應 我已經從 這個我們幾任院長聽下來了 將院長毛院長到您 我本來對您有非常高的期待 但是我還是非常遺憾 我甚至 不是只是期待您撤告 我甚至期待 就如AI的人權報告所說的 應該要有一個徹底獨立公正的調查 院長我在 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司法調查不夠獨立公正 那我不知道我們司法體系要怎麼辦了 院長我剛剛已經說了 因為行政院的提告 才有法院的審理 如果在政府的眼中 他是一個公民運動的話 就應該要撤告 而且要進行行政調查 去調查為什麼 我們的警政單位 有一個過當武力的行使 這個是一個行政調查 這是院長你該做的責任 對社會交代 對國際交代 也是一個謙卑檢討的開始 院長我再請教您 您願不願意回去思考這個問題 或許你今天不用回答我 你願不願意回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已經說我們尊重司法 司法出來判決怎麼樣就怎麼樣 無罪就是無罪 所以你還是不願意喔 那麼所以我想我本來要問你的就是 有關於這個教育部723反課綱運動當中喔 那麼我們的教育部行政院 逾越了言論自由那一條紅線 我們都知道在四字第六八九號裡面 把採訪自由也列為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 但是咧我們的教育部跟我們的台北市警局警政署 逾越了這一條紅線 在採訪的縣長逮捕記者 那麼本席一直要求要來進行這樣的一個調查 並且要有我們的最高行政首長出面道歉 為什麼我這樣主張 同樣在AI的人權報告裡面清楚的指出來了 這樣的723的一個逮捕 在採訪現場的逮捕 侵犯記者採訪自由 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個部長你請回喔 這個我已經就叫您很多次了 我現在要請教院長 你願不願意用最高行政首長的身份 正式對逮捕並提告記者來進行道歉 為什麼這非常的重要 因為那次的逮捕已經產生了寒蟬效應 在記者當要採訪的時候 他就給自己畫了一條紅線 院長你願不願意最高行政首長 教育部對這些入侵的人已經報案提告 一旦進入提告程序 我就不去干涉司法程序 所以院長還是外界對您的不一樣的期待 顯然還是高估了你喔 外界期待我尊重司法 院長我接著要請教喔 這一件事情喔 那恐怕就不是您個人認為怎麼樣了 那麼我們也都知道我剛剛所提到的 723事件背後的反黑箱課綱運動 那麼社會兩大期待 第一個要撤銷當時104為條課綱 第二要暫緩現在正 之前正在進行12年領綱的一個研修 那麼我們也知道說 因為立法院本席以及64位立委 我們已經連署了 希望能夠來提出這樣的兩張主張 那麼我很肯定吳思華部長已經先行宣布 暫緩12年國教領綱的一個研修 那麼現在針對104為條的課綱 我請問院長 您願不願以最高行政首長的身份 來責成教育部撤回104年微條的黑箱課綱 104年微條的課綱已經公布出去了 而且有這個實務上的困難 所以教育部那個時候對於這邊已經有衝動的說明了 院長你現在面對的是國會殿堂 我們告訴你的是有64位立委連署 即將在我們質詢之後的院會 要來進行院會的正式的提案 所以我現在事先預告院長 立法院已經有這樣過半數委員的貢獻 所以您要不要有一個您最後領導的機會 責成教育部來做這件事情 立法院這邊如果通過我們就尊重 立法院通過你會尊重 是不是 在院會這邊通過我們就尊重 謝謝 再來我再進一步請教 我們都知道說國民黨這前幾天公布了 一個黨產的禁止 數額是166億元 但是這個數字引發社會的真實性的質疑 因為國民黨始終有沒有誠實的公布黨產 大家是這個疑問度是很高的 那麼所以本席請教院長清查不當黨產 也就是從你的角度清查國家被不當侵占的財產 是不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在這個國民黨黨產不當的部分 過去幾年我們公權力能夠涉及的部分 包括協調包括訴訟都已經做了 您都做了 那請問資訊公開了嗎 我們公權力所及的部分都已經做了 請問資訊公開了嗎 請問您所做的這些作為資訊公開了沒有 我們收回的土地有五十幾筆我們都公開了 資訊公開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們可以回去請我們相關部位 我們至少有數量五十幾筆土地都知道 我曾經質詢過毛院長 因為民進黨上一次執政的時候 曾經在2007年公布過一個國民黨不當黨產的一個調查的一個網站 那麼這個網站在2008年政黨輪替的時候 就被馬政府給拿下來了 當時毛院長他答應我 要即刻回去立刻把它重新上網 但是下了質詢台就反悔了 院長我現在再度請教你 能不能至少先把2007年民進黨上一次執政的時候 曾經清查的網站重新公開上網可不可以 當初這個網站資料被拿下來是立法院這邊的決議 如果立法院決議說要把當年資料再找出來公開 我們就照這個決議來做 我知道院長你會這樣講 所以本席有備而來 我們也連署好了 我們這邊有超過六十位委員的連署 我們要求在院會裡面 我們即將要議決提案來議決 希望行政院兩個主張 第一個希望立刻把當年曾經清查的 不到黨產網站重新公開上網 第二不是只有這樣 因為當年是查到2007年為止 我們希望馬政府也能夠散盡職責 你剛剛說你也有持續的清查 能夠把接著這個網站之後 持續的去清查它歷年變動的情形 一併在一個月以內完成 並也公開上網 院長能不能做到 我們不是去清查它變動的情形 我們是對它起訴訟 我等一下會繼續請教您訴訟的成果 我會繼續請教 您不用急 我現在請請你回答我 能不能 現在立刻回去折承 立法院決議出來的事情 我們都會尊重 但是我們手上要有這些資料 我希望這一次張院長能夠信守承諾 但是我們手上要有這些資料 這不一樣 我們也會正式提案 第一個 我要重申一下 我們手上必須要有這些資料 黨產 這個我們公權力不是能每一筆都掌握的 你是政府啊 你手上沒有誰會有啊 您是政府啊 您就是有責任要去清查啊 所以兩項訴求 第一個 清查要符合法律 要有公權力的授權 如果我們沒有授權 這些都是國家的財產 政府有責任也有權 去進行清查 進行後續的處理 我剛才跟您報告說 我們公權力首席部分都已經做完了 你一直看首席政府啦 事實上我提的並沒有太多 就是網站重新上網 第二 接續07年的基礎 繼續的清查 我們希望院長您剛剛承諾的可以做到 我剛才說清查 只要我們公權力所及的 我們有的結果 我們就會公開 但是沒有的話 我們不能 沒有辦法公開 我們這裡面希望你一個月來公開喔 那麼本席當年因為曾經參與 民進黨執政團隊 我印象所及 我看過的 2007年當時清查的這個資料裡面 事實上 國民黨不當黨產 不是只有不動產 我們現在大家關心討論的不動產 我簡單給院長看一下這個資料 那麼我們在這個簡單 當年07年的局部的資料裡面 就可以看到 觀光土地啊 我們有835筆 面積164公頃 大概多大 七座大安森林公園大 那麼房屋152棟面積價值不詳 當時估了一個300多億 這個只是當年公告限制 那麼另外事實上除了不動產 還有現在被忽略的 對於隨附組織的補助款 對於隨附組織的跟政黨的這個 稅圈的減免喔 以及對於黨職並公職的年資 退休金 那麼還有為數可能更多的 黨營特許事業獲利 像公營航庫借款的利息優惠 這些查證困難啊 這些數字加起來 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真的也不知道 黨產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多少 那現在國民黨說它是166億啊 大家看一下 這是當年2007年 當年2006年7月的時候 馬總統當主席一年 他當時說黨產多少錢 他說當時277億 我們簡單對比一下就知道 國民黨報告能信嗎 國民黨報告不能信啊 院長這個只是一個保守的一個數字啊 我再來跟院長進一步來對比另外一項資料 這個是國產署 您剛剛說行政院有在清查 國產署這個103年 他對於一些土地訴訟的處理的情形 我只要講中間一項就好了 中廣接收放送協會的財產 裡面總共16筆 政府只找回了8筆 因為13筆提起訴訟只找回了8筆 有3筆沒有辦法來提起訴訟 為什麼 他就是我們現在的地保 已經被賣掉了 地保現在初步估計啊 300多億價值 跑不掉 那麼我回過頭來看 這個放送協會日產所被接收的財產啊 他的土地有16筆 那麼以當時的 以我們103年公告限制算 高達300多億啊 這當中還沒有包括地保 那3筆喔 所以咧 你們針對我官方舉價一下 放送協會16筆 那麼你們只追回了一部分 這部分多少錢 公告限制25億 你們只追回一點點啊 所以事實上 院長你們做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少 而這些訴訟大部分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提出來的 所以我告訴院長 您完全沒有盡到看守國家的這個責任 我再給院長看下一張圖 這個也是當年初步估計的 被追回的比例啊 天啊 比數7% 面積1% 我跟委員報告 我2月1號接任 2月1號以前 我們公權力所及的部分 即便比數沒有您講得多 但是都已經去做訴訟 能追的都追了 您如果覺得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5月20號以後新政府接手大可以繼續一把去追 一定會全力的來推動 我相信新政府 會把它當為轉型正義重要的課題 但是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希望院長 您對馬政府我們過去的作為 能夠盡最後的責任 所以呢 您剛剛所說追回的大部分是民進黨時候提起訴訟的 我這邊就只要求你剛剛那兩點 繼續接續2007年 清查 把這些資料公開上網 只有這樣子喔 那麼接下來但是這個部分 我要請教院長是看守期政府 絕對要做的 也就是防止我們公產變私產 我們看過去很多的例子 都是在看守期政府來發生的 那麼這裡面有兩大可能的途徑 公產變私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公社財團法人 修改章程自行派任董事 那麼在我們最近大家關注的這個五制基金會 台寫的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們都知道說訴訟十幾年 終於他們抗告失敗 政府應該要追回來 但是院長你知道最新進度是什麼嗎 清楚 這個就是你要追回的責任囉 抗告已經失敗囉 我們政府應該有權 也有法律的判決要追回來囉 但是咧 我們的台糖 要去接收董事會接收不成啊 五制基金會裡面有個董事會 台糖派出來的董事 只能在外面開會啊 結果現在董事會鬧雙包啊 連進去都沒辦法進去 我們的法人登記的圖鑑啊 硬件啊 圖記啊 都沒有辦法拿到耶院長 我在告訴你一個消息 你可能都不知道 就在今天 我們的台糖人員還要再去談 要跟五制談 為什麼五制要談了 因為扣押了他的帳戶啊 院長今天要去談 這些事情我請經濟部去了解 再回報 今天經濟部沒有來練習 我現在只是因為 要問院長 今天要談 你在這邊能不能以院長的身份高度 來承諾 政府有決心 把這些財產 八十多億的財產收回來 因為今天要談 您院長的一個態度 會影響我們所有同仁 執法的一個強度 您能不能有這樣的一個決心的宣誓 你要是公權利益所及 跟程序容許我們做的 我們都會做 您可不可以具體的宣誓 希望我們能夠徹底的把這個財產拿回來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 只要公權利所及跟程序容許我們做的 我們都會去做 還有一點很重要 五制開了兩個條件啊 說要求要承認過去董事會的運作 第二要求不進行秋後算帳 您可不可以責成同仁無條件的收回 沒有妥協無條件的收回 抱歉委員我還是剛才那句話 程序容許我們做的我們都會去做 那都是法律判決書寫得很清楚 財產應該收歸國有 院長你要捍衛國家財產至少判決書要看一下 能不能責成同仁無條件的收回 這個個案我會取經濟部去了解後回報 無條件的收回啊 接著院長歷史可能重演 所以我們最近也看到了這個中芯基金會 這個中芯工程顧問社在捐助成立一個執法人啊 這個執法人本來是在教育部登記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教育部董監事要二分之一 結果最近要改立經濟部 因為經濟部沒有二分之一的規定 您了解這個事情嗎 中芯基金會當初成立的時候 就是經濟部出錢出的 你了不了解 所以他現在要改立我們的經濟部嘛 但是經濟部沒有官派董事二分之一的一個法規的一個規定 你認為這件事情妥不妥當院長 這件事情我不了解 你不了解我現在告訴你啊 經濟部啊 竟然去教中芯基金會啊 經濟部不是回過頭來想說 教育部規定要二分之一 文化部規定要二分之一 我經濟部沒有規定是不是我有漏洞啊 他們要鑽漏洞 不是耶 他去教中芯基金會說 你修改張誠 修成二分之一 聽起來好像也可以 但是不要忘了 現在風頭上修成二分之一啊 等到大家沒有注意的時候 張誠可以自行修改 他是不是又修回去了啊 部長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這叫關窗戶開後門啊 看似好像解決了 但是事實上沒有 所以我現在要以這個例子啊 我要來要求我們的院長 為了歷史重演 部長您可以請回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法規漏洞在經濟部 為了歷史重演 我們希望在政權交接前啊 院長能不能在這邊具體承諾兩件事情 而且這個是看守級政府該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暫停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任 葬成的變更 董監事的變更 人事的派任 還有改立主管機關的申請 可不可以暫緩 這裡面如果依法有據或是慣例 都是成立的 我們都會去做 什麼依法有據慣例 我剛剛已經說這是看守級 而且我剛剛把歷史的案例都給您了 我們也不希望歷史後來留一個罵名 給張院長說 在張院長看守期間 看守不力 產生這些公產變私產的狀況 所以能不能暫緩 您如果有案例的話 我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 暫緩所有對政府公設財團法人的 張誠的變更 董監事的變更 人事派任還有改立主管機關的申請 這些張誠變更的每一個目的 不見得都是有這種 委員懷疑的目的 也沒有錯 但是為了防止 而且只有這兩個月 是不是能夠暫緩 不能承諾 為什麼不能承諾 要看個案而定 怎麼樣看個案而定 如果個案的背景有值得懷疑地方 委員提給我們 我們會去處理 我們剛剛已經反映的歷史 還有現在正在進行事啊 委員連反映一百個案子 我們就處理一百個案子 我們不會迴避 好 那我接下來 我質詢完 我就把所有公設財團的法人 清單交給院長 要講理由說為什麼值得懷疑 我沒有說值得懷疑 我們希望你去調查 如果你政府院長 你要這樣說的話 接下來我請你看 民營黨執政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紅燈會整表 也就是針對政府全面公設財團法人 做了一個總盤點 列出了一個紅燈啊 這裡面包括海華基金會 包括台灣電信協會 包括台灣郵政協會 台灣敦目聯誼會 台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過問社等等 這個列為紅燈的 但是到馬政府的時候 就把它取消了 包括這裡面有關電信協會啊 不只是本席講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主決議 都要求政府 為什麼不去清查電信協會 一百六十幾億的資產 要求要繳回耶 院長你有沒有看過我們預算的主決議 沒有 怎麼可以這樣子草率的回答我沒有 這是院會我們立法院通過的 一個正式的主決議的院長 但是我沒有機會看過這個主決議 那你要不要施後回去看 已經提了我就回去看啊 好 那你看了以後要不要做 看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決議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希望能夠把這個財產拿回來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紅燈列管表也都在 躺在你們行政院裡面 我希望院長你回去 能夠責成 我們這些有問題被追蹤 至少這些有問題的公社財團法人 應該要全面的凍結 張誠人事派任董監事的一個片段 原題的個案我們都會去處理 好 那麼這就提到了 其實不是個案的處理啊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過去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曾經提出過一個 財團法人法 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也在2010年啊 也提出來過 但是裡面插了一個關鍵性的條文 也就是針對這個基金稀釋的 像蔣經國基金會啊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案例 他基金稀釋讓政府的比例 一直下降 然後脫離政府的掌控 民進黨的版本是有一條 能夠把它來取回的一個條款 透過基金的補足把它取回 合法的方式把它取回 但馬政府刪除了 我一直很疑問羅部長跟我們蔡政偉 為什麼刪除 但是沒有關係 我想未來新政府應該要全面檢討 本席也會提出公社財團法 來進行全面的 這樣的一個清查 給未來的公社財團法人的一個管理 建立一個法治的基礎啊 希望未來不再有 我們的公產變私產 我們也希望轉型正義的推動 讓未來不再有國產變私產 院長最後一點時間我想請教啊 本席一直關心的台北機場被全區指定 也責成文化部要來推動交通博物館 但是咧 這個計畫 行政院 要文化部提出401億的預算的編列 來向台鐵購買土地啊 這個地當初是有償 要播的話是有償播用 院長你知不知道台博館跟台北市政府是用租的還是買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每次回質詢你都回答我不知道 從以前在委員會就這樣子 我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好我現在告訴你台博館是跟台北市政府租的 我也告訴你 這個鐵道部我們也不是用買的 大部分我們因為這些文化機構的一個政府 國家的一個公共性 我們希望你能夠回去研究以租代購 不要讓這401億去佔掉排擠我們的預算 文化預算 你可不可以先承諾我研究 回去思考 我們也要經過台柒 我們也要經過台下 好 謝謝鄭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